性別平等教育是救命的法案 它是一個救非常非常多 在校園裡面辛苦想要活下來的孩子 那些想要幫助這些孩子的老師 是救他們命的 當他們拿著保護兒哨當藉口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沒有不保護到的兒哨 婚姻平權可以通過 我相信整個社會的意思會慢慢的抬頭起來 會看見性別平等的價值在哪裡 性平教育 性平教育 拒絕霸凌 拒絕霸凌 性平教育 忠實歧視 最近在推動婚姻平權的這些時間以來 其實市面上還有房間 還有非常多誤解性別平等教育的一些 錯誤的訊息跟謠言 許許多這樣子的反同反性的團體 他們不斷的抹簧 不斷的反對所謂的性教育 性別教育 說會把孩子交成同性戀 說只要上過性別平等教育 你的孩子就會變成同志 而忽略了性別平等教育 他的根本就是在意人與人之間的人權 生命還有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很可惜的是反對方這樣子抹簧 抹下性別平等教育 其實在今年尤其看到了成小 已經有許多的學校主管機關 因為害怕家長抗議 而要求授課的老師不要再談同志 不要再談性教育 不要再說任何性別平等 這是一個不停地強調自己是亞洲 性別最平等的國家 該發生的事情嗎 那所以很多人就說婚姻平權到底 會對青少年有怎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告訴大家 他是會對同志青少年 以及所有台灣未來的下一代 有更加正面的影響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學者 其實在之前就有發表過一個研究 同性婚姻的政策 可以確實的降低青少年自殺的意圖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一個社會環境對同志不是很友善的地方 那其實對於同志的青少年或是一些性別特質 比較跟傳統想像不一樣的地方 青少年是會面對到非常大的壓力的 這個週五其實就已經是這個憲法的這個言辭辯論庭 那婚姻平權大平台這邊也已經邀請各種支持同性婚姻的專業意見書 陸續送到司法院 那同時呢我們也有邀請專業的心理工作者 然後包含是精神科醫師 然後還有呢教育學者等等的 將大家的這個專業意見已經陸續整理好送至司法院 希望大法官在審理案件的同時可以看見法律作為一種這個社會制度 它其實對於人對於每個個人對於家庭對整體社會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影響 我們從性別平衡教育法實施到現在已經經歷了23年 那這13年我們看到了什麼樣子的性別平衡教育的成果 我想要在這裡稍微跟大家評下 那一場歡樂的遊行結束之後 我們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驕傲 覺得我們的我們的性別平權 我們看見同志的價值已經往前跨了一大步 可是在隔天10月30號 在我附近的一個小學校 我在陸江國小 陸江國中的學生 一個陽性的同學就從他家的頂流跳了下來 他是一個長期遭到性別霸凌的孩子 他選擇不要再辛苦的過下去了 這一跳我覺得他提醒了我們正在做性別平等教育的老師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提醒 我們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在怎麼在規定的在怎麼進步 然後我們我們做了多少個實施 幾小時我們規定每年要有四小時 我們以為我們只要這樣子做下去 校園裡面的孩子就可以平平安安的長大 我們以為十幾年前 葉勇志的教訓已經非常深刻的刻畫在我們的心裡 可是事實上 校園裡面的孩子還在受苦 國長我們今天在司法院門口等這個地點來談性別教育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請大家回頭看 我們的後方就是肥衣女 二十年前那兩位女學生 實性跟靈性的女學生 她們在宜蘭蘇澳自殺的時候寫下的那一句話 這個社會的本質並不適合我們 二十年了 我想她們兩個所講的話在台灣 我想這句話依然還是存在 而我們台灣社會到底還要讓這個社會 讓多少的性少數 讓多少的同志學生 覺得社會的本質並不適合我們 台灣將近百分之二十九的同志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都有自殺的念頭 而其中有付諸行動的 有高達百分之十八 甚至國小的青少年的同志 有百分之十五都有曾經想要自殺 我的性別認同是 社會上大家其實比較少談到的酷兒 所以比較大部分人會從我跨性別症 在小一點的時候的話 比較多人會從我羊炮 死Gay或者是人妖 在我們去談剛才談到大臨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直接去想到可能是肢體的 或者是言語的大臨 可是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傷害是真實的存在的 那就是獨立 你上載的時候不能發言 因為沒有人會認同你 分組的時候沒有人會跟你一組 吵架的時候不管誰跟誰說沒有人會站在你身邊 我只有自己一個人可以面對這些事情 我不敢跟市長討論 而我身邊的朋友沒有一個人可以讓我傾訴 而這是我一直在到我加入熱線的教育小博志工之後 我才發現的 而我其實很開心的是 我可以走進校園裡面成為那個資源 我可以至少讓那些孩子們看到我當年所看不到的事 即便你不一樣你還是可以活下來 拿別人的性別認同來講 知道嗎 當他們說 統治教育會造成你的小孩 今天是男生 明天是女生 今天愛男生 明天愛女生 可是那對我來說 那是我的生命 那是曾經讓我質疑我自己 曾經讓我埋怨我自己 曾經讓我詛咒我自己的生命 對他們來說竟然是一件輕鬆的 玩笑式的可以拿來戲樂的話 我想像著 萬一我的女兒是同性戀 這個是她一生最重要的問題 我是她的媽媽 如果她會連我都敢跟我說 那我有多心痛 那在出生以前 我有個許願就說 希望她健康快樂的早上 如果連這最基本 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問題 都敢跟我講 你什麼這樣說 最近聽說有很多的國小家長 反對將性疲教育列入課程 我想問的是 現在網路資源那麼發達 一個兩歲的小孩 他都會滑手機 大部分的小孩上小學後 用3C的產品 比她爸爸媽媽還要厲害 如果不讓受過正確教育的老師 教小孩性別差異 難道要讓小孩自己去網路上面探索 那些錯誤的性知識嗎 好奇心是人類發展的重要特質 小孩對性的好奇 不會因為學校不教 就消失 我們要做的應該是 告訴小孩正確的性教育 讓小孩知道 性別差異是天生的 我們很希望司法院 在面對性別平等 在面對婚姻平權的時候 能夠看到 婚姻平權將有一個重要的示範性 告訴我們全台灣所有的年輕世代 所有的人性別平等 是台灣重要的價值